大關事件不是只有中央的事 地方政府應該也要負起責任 因為我們就是新北市的居民 我們走投無路 我們不知道要怎麼辦 當時侯友宜先生辦公室 唯一對我們自救會的表示是 一切的爭議 要我們回應 等我們選上再說 今天都已經是你上任 即將要滿三個月的日子了 那究竟侯市府願不願意拿出誠意 來解決破千危機 我們今天來到新北市政府這邊 就是要要求侯友宜市長以及陳香菊 來面對這個過去福州都市計畫 對大關社區的錯誤 已經今天來到這邊 就是希望 要求新北市政府 能夠來出面 來參與這樣的協商會議 其實大關社區的金管機關 是中央的退伏會 但是如果我們要促成原地安置方案的成功 原地安置方案的落實 我們就必須要地方政府 也就是現在新上任的侯市府 新北市府陳香菊 出面來修改都市計畫 如此才可以讓爭議有個好的結果 大關社區的破千爭議 之所以到現在還沒有結果 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 就是新北市政府 在2002年制定 與2014年通盤檢討的 板橋福州地區的都市計畫 那這份計畫當中出了什麼問題 就是因為在這份都市計畫裡面 新北市府陳香菊 完全沒有顧慮到 已經居住於大關社區 這樣子的歷史聚落 這樣的非列館眷村 已經居住了超過60年以上的居民 新北市陳香菊這樣子的都市計畫 他們將大關社區化作 新北市的社福設施用地 社會住宅包住代管 這樣子的安置方案 我們這就已經說明過了 根本就是居民住不起 也住不長久的處置方案 在板橋武中捷運站的社會住宅 一個人至少要8300元一個月 那這樣子怎麼會是我們大關社區的居民 他們大多在從事清潔工 大多在從事看護工 並且是中高齡處於不穩定就業的居民 可以負擔得起的 如果是根本沒有人住得起的狀況下 這樣子的安置怎麼會叫安置 大關社區從來就不是官方所謂的惡意欺詐戶 絕對不應該透過粗暴強拆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是這樣製作會才與去年提出了原地安置的方案 希望可以透過原地承租的方式來向政府提一個合理 而且具公益性的方案 我們也在去年協調會上面提出 我們希望中央以及地方政府 都可以共同地來促成原地安置方案的協調會 他說他當選之後才要看的 但是當選怎麼都不需要跟我們接 你要做新北市的市長就要來跟我們 他覺得他都在台北市處理 他的冬子跟北市騎公平 他在選舉的時候不是都這樣說嗎 是怎麼選調啊 怎麼都... 全都沒聲沒聲 陳上址可以有更進度的表示 過去就為了訴訟 我們會有請大家來公正的溝通 來保證大家的委員 那選定安置這個部分如果經營了 都市計劃的部分 就是要辦理都市計劃變更的部分 怎麼會配合都市計劃的協定 那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行政院他都市計劃的部分 還是屬於新北市府城鄉局的職權範圍 那剛剛科長的意思是說 如果退府會願意點頭 新北市府城鄉局是絕對可以配合做專案的變更嗎 做福州都市計劃的變更嗎 可以保障我們大官社區居民的居住權嗎 讓原地安置方案可以得到落實嗎 退府會如果覺得原地安置的方案 需要辦理都市計劃變更 我們會全力來協助 好那謝謝科長 那接下來我們需要一些更進一步的承諾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訴求的是 中央以及地方 召開原地安置方案的協調會 那麼這樣的協調會 也需要中央跟地方 共同的來列席以及參與協調 那我們希望 新北市政府這邊 你們對原地安置方案協調會 有任何想法嗎 或任何回應嗎 這個部分因為土地是國有 那管理單位是行政院退府會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配合退府會來參與跟協助 不是 都市計劃的規劃 應該是說過去化為 都市計劃雖然是退府會 他願意要來這樣處理 但是新北市政府承鄉局也有責任說 要來面對這樣子的大關社區居民 這你也知道 那這樣子的社福用地當初是承鄉局化設 那今天 都市計劃裡面也有規定 承鄉局這邊或是都委會這邊 那我們也有寄送文件給都委會 他是可以再來另提說 要把這裡變更成為 可以讓大關社區居民居住的狀況 那你願不願意將這樣子的功能 願不願意將這樣的計劃提出到 新北市政府承鄉局裡面 以及到都委會裡面去審理進行變更的計劃 因為當初是配合退府會的需求 所以我們今天 但是都市計劃裡面有規定說 今天 新北市政府如果認定這一塊地區 如果有什麼樣的 重大的公共建設 或是重大的公益存在的話 那你是可以變更這樣的都市計劃的 都市計劃法裡面有這樣的規定 對這個也是要配合 那陳香菊到底 新北市政府到底這邊有沒有這樣的意願 要來處理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配合退府會 那你們自己有沒有要來解決嘛 你們自己有沒有要有意願要來處理這樣的事情 不只是配合嘛 新北市政府這邊也可以自行提出嘛 對不對 這個部分因為是土地是國有土地 那土地是國有 新北市政府有權 對於新北市的任何一塊 都市計劃進行來討論 進行來提出方案 那新北市政府陳香菊這邊願不願意提出嘛 不只是要 不要一直把球推給退府會 我們當然知道事業主管機關 是退府會 但是新北市政府陳香菊這邊 有一定的權限可以來做處理 那新北市政府陳香菊這邊 到底願意處理到什麼樣的地步 就是說都市計劃也是兩級的審議制度 最後的決定權是在內政部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建議是說 有行政院退府會這邊 如果先評估原地安置的一個方案 那如果有變更都市計劃的一個需求的部分 我們會配合來全力解決 對我知道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就算是跟 就算他的土地不是室有地 假設今天是退府會的地 他在協調說這塊地要用什麼用地的時候 新北市政府裡面講話也很大聲 我們福州缺乏公共設施 所以我們需要福利用地 需要公園用地 這些會議集裡面都有 所以請不要再拿地是誰的 就直接推卸自己的責任 你們的意見都已經很明確表現在會議紀錄裡面了 代表你們新北市政府對這塊地 未來要怎麼規劃 要怎麼使用 也有很大的權責 所以拜託請不要再把地 是退府會這些事情拿出來說 我們現在就是要求你回應 新北市政府對這塊地 未來能不能就我們原地安置方案 去積極的促成一個協調會 願意不願意就這樣子 所以重點是原地安置的方案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要看 我們所有組織的管理單位 好好沒關係齁 來我們今天燈籠齁 和新聞表送給這個官員齁 我們跟這位新北市政府講齁 今天沒有給予一個善意的回復齁 根本就把球一直在推給中央齁 我們跟你講 如果未來 未來新北市政府再不急急的 來對大外社區這個地方 都市計畫進行作為的話 那我們勢必 勢必會更強烈的抗爭齁 請陳相局齁 請陳相局齁 跟侯友宜市長交代齁 如果新北市政府 證明不願意來主動發起 這樣子的原地安置方案齁齁 那我們勢必會找新北市政府齁 市長齁 以及陳相局齁 來邀請你們齁 然後將會用更激烈的抗爭的手法 來邀請你們 必須來面對大外社區的居住權